同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禮拜五的時候呢 台北股市就跌了200多點 好 那今天禮拜一嘛 整個指數呢 還在跌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最多跌了158點 那當然跌幅慢慢有一點點小小收斂 可是今天指數再跌下來 你會發現到 怎麼搞的 創近期以來的低點 對不對 現在到底前低能不能守得住 對吧 到底前低能不能守得住 好 那我跟他說 其實這個盤現在很麻煩 麻煩在哪裡 你來仔細看 台股這兩天一跌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到 比方說 這邊都是IC設計的個股 現在很多電子類股 或者是IC設計個股來當指標來看 不是跌而已喔 它現在很多個股是一路創波段低點喔 各位你去看嘛 你看這個 楊州這麼忘久 有沒有 早在去年7月份以來就一路跌了 跌到現在為止一路創波段低點了 那像這樣的個股呢 不是一檔兩檔而已喔 你看那個敦泰 有沒有 也是從去年7月份一路跌 跌到現在為止啊 一路在創波段低點 你看那個艾浦 是不是也一路創波段低點 你看那個什麼經驗 是不是也在創波段低點 你看原下 你看衛生也在創波段低點 當衛生又創波段低點呢 宏達店也逃不掉嘛 有沒有 之前很多老師在這個地方叫你買的 買到現在為止呢 很多股票都斷頭啦 那當你IC設計個股一跌下來 之前我跟他講嘛 什麼叫做比價 你看齁 其他的個股也撐不住啦 你看什麼洪捷科 也都在創波段低點 有沒有 好 這些個股太多了 我不要再去點他了 我知道去點你心情都很不舒服 但是我要問各位投資朋友 到現在為止 你應該知道什麼叫做比價了吧 三月中我們就有跟他講過了 融資加比價 排股補跌壓力重 那時候我們在跟各位講比價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 好像無所謂啊 到現在為止你應該知道 什麼叫做比價 很多東西後我在跟你講的東西 老實說這市場 很多老師都不會啦 都不知道啦 我跟你講東西別人也講不出來啦 能夠學的 能夠體會的 你就盡量多學一點吧 因為這樣的情況 不會只有這一次而已 以後一定還會發生 當你看到整個電子類股 尤其IC設計的個股啊 它一堆股票在創波段低點 這不是小族群啊 去講IC設計的股票的老師 也不是一個兩個 所以代表了說 很多人現在全部套在這裡嘛 對不對 當你套在這個族群 甚至於延伸到其他的電子類股的時候 同學朋友 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 4月1號我就跟他講啊 4月要小心殺融資喔 你覺得有沒有殺融資 電子類股一堆股要創波段低點 是不是要開始殺融資 應該沒錯吧 4月7號我就跟他講 殺融資勢在必行 那如果電子類股都出現要有那種 殺融資的壓力的話 投資人再回頭來看 當初1月11號我跟他講恐怖第一季嘛 對不對 對不對 1月11號在這裡啊 是不是恐怖第一季 對不對 好 到了3月份稍微有反彈嘛 3月20號我跟他講 更恐怖的第二季 我有說錯嗎 你覺得現在這個盤很樂觀嗎 4月6號我跟各位講 更恐怖的第二季才剛要開始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些現象 同學我4月12號有跟他講 經濟於股市的惡訊循環 那個時間點 我們就用這張圖表來跟各位講 為什麼股市會下跌 為什麼電子類股一定會跌 原因在哪裡 其實都跟通膨有關啊 跟公共在殖利率 或跟美元走強這些都是有關的 那這些東西我就不要再重複了啦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多了解的 你到時候再去看一下嘛 4月12號那時候我們就有跟各位講過 經濟與股市的惡訊循環 我說很多東西你能夠學的 你就盡量學啦 因為我跟你講的東西 別人講不出來啦 你在別的地方也學不到啦 所以多學一點對你有幫助 好不好 好那重點來了 今天我的測標有寫啦 萬六未必是支撐 那現在我要怎麼去研判這個盤 它未來走是怎麼走 你看喔 今天台北股市已經讓你看到嘛 幾乎已經快創這個一個月以來的低點了 那你現在前提差一點點啊 對不對 所以呢 跌下來每天都會大漲 每天都要買 電子類股不要再殺低了 基本面行好也不要再殺了 可是一路創破斷低點啊 我跟你講這一言論對你沒有什麼幫助啊 為什麼 那是你的錢啊 一堆老是在拗啊 拗到現在為止會員死光光啊 結果拗的都是你的錢啊 所以你再去聽這種言論 說句實話一點幫助都沒有 現在重點是台股未來會怎麼去走 那你現在要怎麼去因應這個盤勢 我說萬六未必是支撐 原因在哪裡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 台北股市到今天為止 你會發現到 以全值的個股裡面來看 之前是不是有一個金融在撐牌 對不對 可是金融股近期都已經不太動了 你看今天跌2% 電子類股呢 全值股稍微撐一下下啦 但是也漲不起來 我跟你講台北股市最重要的兩個支柱了 就是說你全值股裡面最大兩個支柱 一個電子一個金融啊 如果這兩個都漲不上去的話 還有的跌咧 那我現在要怎麼去做研判 好各位 這個禮拜喔 重要的關盤重點會放在哪裡 會放在美國的高科技股 為什麼 上個禮拜開始 美國就開始進入到財報州了 上個禮拜先公佈了金融股的財報 結果摩根大通啊 第一季都衰退啊 那你想想看嘛 整個經濟發展到現在為止 美國的金融股在衰退了 所以為什麼台北股市的金融股 漲不上去 這都是有關聯嘛 連美國的金融股都看到衰退了 你說台北股市金融股要大漲 沒有 對不對 第一個支柱已經讓你看到 已經有點 好像那個房子裡面那個樑柱啊 一根已經在搖了 好 一根已經在搖了 好 那這個禮拜開始呢 美國要公佈的是 電子類股的財報 好 如果公佈出來的話 美國的電子類股沒有漲 我跟你講喔 那個沙融資 會很慘 為什麼 我說過了喔 現在美國 接下來這個禮拜的重點 你要去看美國高科技股 因為你肺半已經創破斷低點了嘛 當你創破斷低點的時候呢 如果美國的高科技股呢 漲不上去 它又出現下跌 甚至於呢 又要開始有那種 回測前滴的味道在的話 突然我慢慢來推啦 你想想看 如果是這種情況 你說電子類股會大漲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咧 台北股市的電子類股 是不是也會破前滴 應該還會再創破斷低點吧 那如果說連美國的高科技股都漲不上去 你台北股市的電子類股 就誰要跌嘛 所以咧 電子類股還會再破前滴啊 破這個前面低點嘛 它前面已經破低點了 如果再跌下來 是不是要開始去測到哪裡 去年10月份的低點嘛 是不是 好 那各位 剛才你看到了啊 金融股已經開始震盪了 你電子類股又走弱 你說台北股市啊 前面這個低點會是低點嗎 不可能啊 所以當電子類股 它慢慢來又去測前面這個低點的時候 我跟你講啊 台北股市接下來又加上沙融資的話 10月份那個16162的支撐 未必是 搞不好還撐不住喔 那也接近到1萬6 所以我就跟他講啊 萬6未必是支撐 所以你手上的個股喔 要注意一下啦 真的啊 我是希望我能夠幫得到你 但問題是 整個一路以來 我們在解盤 我們都在解未來盤 那我們在分析的過程裡面 我都是很有邏輯的 去一步一步的推 對不對 如果你相信我的 現在你沒什麼煩惱啦 啊當然啦 不信者不信啊 反正就是看一堆老師 每天跟你講啊 電子類股就是要大漲 什麼升息也要大漲 經濟衰退也是要大漲 每天都是要大漲 漲到現在為止呢 會員死光光啊 你看IC設計個股跌翻天 你就知道了嘛 不是嗎 真的啊 這都是事實啊 有什麼好變的 是不是 所以你的錢都被拗走了啦 匯費賺不回來啊 小小幾萬塊的匯費賺不回來 你現在賠的比匯費啊 多了幾十倍啊 真的啊搞不好已經賠了上百萬都有啊 所以不要亂聽 好那重點來了 我知道今天可能你心情還是很不好啊 因為股票一直跌啊 那重點是 這個盤你現在要怎麼做 你才能夠賺的回來嘛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嘛 操作要怎麼去做 好各位 對 我有跟各位說過啊 其實我們在這樣解盤的過程裡面 我的目的只是為了要賺錢啊 對不對 你盤看得懂 起碼你可以先避兇嘛 是不是 沒錯啦 所以我們手上也沒有什麼 什麼IC設計 什麼一些電子類股 沒有啊 但是趨急的方向在哪裡 這就是我一直跟他講的 我說今年操作你要特別小心 你要去抓什麼 資金避風港在哪裡 什麼叫資金避風港 你現在幹嘛 當整個電子類股 一路創波端滴滴滴 那個資金會跑出來啊 那他會跑到哪裡去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 能夠幫你反敗為勝 可能我們多說無意啦 我們直接看完這段VCR 我們來看 到底我們能幫得到你 好不好 導播請播VCR 謝謝 我們現在要開始去抓下一個族群 在哪裡 在治療 因為你未來兩三週之後 開始重症要出來啦 你一定要有治療的方式嘛 對不對 那因為這次的病毒 它跟呼吸道有關 所以跟整個呼吸系統 或是血氧相關的一些 治療型的股票 它是接下來要輪動的方向 所以呢 我們的會員已經開始進場佈局了 有些股票大抵完成 這是屬於治療型的概念個股 前面快篩型的股票 我們第一檔買完創新高嘛 標了五成以上 接下來我們要去做的是 治療的概念個股 所以呢 在它還在沒有公過警線之前 我建議你啊 有低點你趕快接啦 不要每次該做什麼股票 你都迷迷糊糊的 等到漲上去標了四成五成之後 你要想說可不可以買 好 終點在哪裡 資金幣放在哪裡嘛 這裡啊 對不對 資金幣放在哪裡 好 各位我們仔細看齁 其實這段VCR 我上禮拜都播過了 但是我今天播的目的 我是要讓你去做比較 什麼叫比較 你看齁 4月8號 那時候從生計的個股裡面 我們先做快篩嘛 對不對 快篩做完之後 你後面的新委員要怎麼做 不可能叫你一直追啊 所以我們去抓這個 市場上面的輪動 對吧 4月8號我給你講什麼 講優勝 我說治療概念股 我說你要把握 波段攻擊前的最後買點 對了 好 你自己看齁 會員怎麼做 我就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啦 我不是那種啊 去無中生有 每天拿那個漲的老師 漲的股票來跟你講的老師 你自己發現到 我們所有操作都有抠訊 有沒有 4月8號9點42分就在這裡 那時候跌下來我就叫會員買了 很清楚嘛 那不是說那一定要漲上去 我再叫你追啊 結果咧 漲停啊 在工漲停啊 在工漲停啊 今天啊 跳空 一開盤在工漲停 有沒有 你去看啊 台北股市是這樣子喔 我們的股票是這樣子喔 你去買電子類股 到現在為止創波段低點喔 我們的股票是創性高喔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各位 從這裡買到今天為止 市值漲停買 這樣多少 4成 那我今天為什麼要播這段VCR給你看 因為在這 就是說在休假的這段期間裡面 我看到很多老師也跟你講啊 你看優勝優勝有沒有 同學喔 我是買在哪裡 我買在這裡啊 我call訊也給你看啊 那很多老師呢 是等到漲上去 上禮拜五漲停嘛 漲上去跟你講 你看優勝 有沒有 今天你再看 你看優勝又漲停買 同學我要跟各位說喔 很多東西都有等級的 這什麼意思 有的時候你會出去玩嘛 帶家人出去玩 你是不是要去住旅館 住飯店嘛 飯店有分等級啊 什麼四星三星二星的一堆啊 對不對 米其林餐廳也有分等級啊 那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頭顧老師也有分等級喔 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 有些應該說極大部分的老師啊 他們在這輩子當老師的過程裡面 只有幫別人抬轎的份了 只有看到長什麼趕快叫你去追的份了 但是我們是在低檔 能夠幫你挖掘潛力股的老師 所以咧 我是在這裡買 四字漲停啊 現在已經標四層了 我就說你不是在找標股嗎 標股在我家啦 結果呢 市場上所有跟你講優勝的老師 你會發現到怎麼搞的都在幫我們抬轎 所以你去參加其他老師 然後你看到怎麼搞的跟我們講的股票是一樣 結果呢 你繞了一圈啊 你找其他老師 然後結果你的老師來幫我們抬轎 等級就在這裡了 有它的區分站 有沒有 所以我們從低檔買完之後 讓你看到一路走高嘛 對不對 那我能夠在低檔幫你挖掘潛力股嗎 既然挖得到一支 一支就還有第二支啊 什麼意思 下一檔股票我們就不播VCR了 上個禮拜播了 4月11號我是不是跟你講過 下一檔優勝嘛 還沒有動跟你講亞伯 4月14號 4月14號 我說下一檔治療概念股低點不會太多 還是一樣 把握攻擊前最後買點 是不是 4月8號 有低檔會員買 4月13號 我要跟各位講啊 我跟我們會員講啊 9點到12分我就說 4106亞伯跟呼吸器學養有關啊 這是屬於治療的概念股 新會員趕快再買 有沒有 買完咧 舒服要漲停 是不是衝上來了 今天你要買你也買不到 一開盤就漲停你怎麼買 所以今天到現在為止只有一個價 有沒有 好那各位 我問你們 優勝我們第一檔買賺了4成 亞伯我們第一檔買呢 今天也是創新高啦 賺了快3成了 什麼叫做標股 我跟各位講過啊 這一波如果你能夠掌握到資金的避風港 很多股票那會會漲很快 而且 這一波的走勢很奇怪就是 有些股票都會從標股變腰股喔 那什麼叫做標股變腰股 你想想看啊 3月25號我跟大家講快篩的概念股 我去做亞諾法嘛對不對 國訓你在這裡啊沒有漲教會員買啊 全市長沒有一個老師跟你講 結果我們的亞諾法標了差不多一倍嘛 是不是 啊這樣子 算不算從標股變腰股 這樣標一倍啊 你有什麼套牢的你全部都賺回來了啦 你還倒賺啊 而且這種能夠像這樣子標股變腰股的股票 不是只有亞諾法耶 我當初的加隆也是一樣啊 我跟你講黃金概念個股的時候沒有人跟你講過啊 結果也標了七成左右啊 是不是 好那我跟他講 現在你看到我們後面操作的股票 亞諾已經三成了嘛 優勝已經四成了嘛 是不是 那我問你嘛 這兩檔個股 難不成不會從標股變腰股嗎 跟你每次那個低檔你就是不買啊 你看到現在為止一對IC設計個股創破段低點啊 你的老師每天在凹啊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很多老師現在三不五十會不見啊 為什麼 會員死光光要上去講什麼 啊這裡很好啦 電子類股就是要大漲啦 基本面很好啊你不要亂殺啊 我跟你講你每天這樣子講 只要一天你可以買到低點啊 當我一直買到低點那一天啊 會員早就死掉了啊 不是嗎 啊那是你的錢你把它拿去給他這樣子拗 拗到最後為止呢受傷的是你自己啊 所以我跟他講說 很多東西它是有分等級的 飯店有分等級啊 米其林餐廳有分等級啊 頭褲老師也是一樣啊 很多人只是看到掌就在那邊追啊 在那邊喊啊是不是 不用追不用喊 我們的會員扎扎實實就真的是買得到賺得到 真的買得到賺得到好不好 而且我們的股票啊 還會從標股變腰股 我們的股票還會從標股變腰股 但你問我說啊老師那我接下來要買什麼股票 我跟你講齁 我上個禮拜五跟他講 下週漲製藥嘛 對不對 禮拜五啊4月15號啊 我有時候有兩檔啊 我們準備要帶新會員警長去做 是不是 我跟他講齁 我直接先看一眼你看啊 我方向對不對啦 4167松了一啊 漲停啊 1789神龍 也是漲停啊 你看這些個股啊 4167 一開盤就漲停啊 我方向有錯嗎 沒有錯啊還是對啊 可是今天一開盤漲停我也沒辦法買啊 因為我不可能帶新會員 這段去拼命去追高嘛 對不對 好那沒有關係 接下來的個股 我又幫你準備好了 因為我現在在等 接下來的輪動方向在哪裡 那既然 我上禮拜我跟妳講的 製藥股 不管是神龍或松瑞藥 今天一開盤都漲停了 都上去了嘛 沒關係嘛 下一檔 輪漲股製藥股在這裡 我是要觀察他籌碼 啊那個低檔到的時候 我會叫你去買 我不讓你去追 所以你要在他過緊線之前 你要趕快去做切入啊 不是每天在那邊 凹到現在為止 你的股票一路創低一點 你用融資買的全部都掛了啦 真的啦 啊你說你要買電子類股 我跟他講過嘛 你看齁 4月的選股方向 3月25號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什麼 一個生計沒問題嘛 對不對 我說另外一個是太陽能嘛 對不對 你來仔細看嘛 現在我們會員手上的個股 就只有兩個族群 一個生計一個太陽能 生計兩檔太陽能 太陽能兩檔生計三檔 我們都是賺錢的 你看嘛 太陽能 我們當初低檔就買啦 到現在為止創新高啊 你說你要買電子 你買一些設計不對啊 一路創低點 但是我們從低檔佈局的股票 我們就續爆啊 我賺錢我寄什麼 你這樣做不是很輕鬆嗎 再來 你後面信貿員做什麼股票 這段VCR以後我再剪給你看 3月22號我跟大家講 鴻海集團油價上漲的受惠股 股價沒有動喔 3月24號我還在跟你講喔 3月28號我跟妳講的股票是一樣喔 3月29號我跟妳講的股票是一樣喔 今天就在電子類股跌翻筋了 我後面幫你抓的股票已經衝上去了 有沒有 到底要跟誰做 你想一下啦 只能因為錢是妳在輸贏的啊 我會員都賺錢啊 妳一直跟著那樣 這邊拗都是拗妳的錢 對妳沒什麼幫助啦 我只把我帶會員的操作 跟大家做說明 我一直把各位辛苦賺的血汗錢 當做是我的責任 今年這樣的行情 我們以保護會員第一優先 那我們會員都是賺錢的 所以你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歡迎各位一起來好不好 50%服務到年底 富貴穩中求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運打頭顧蕭老師 富貴穩中求 50%服務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您很有限 額滿皆知 舒服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打頭顧蕭老師 富貴穩中求 50%服務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您很有限額滿皆知 舒服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你們知道嗎 台灣即將迎來新的里程碑 是什麼是什麼 這件事和你們都有關係 就是民法成年年齡修正了 那會有什麼改變嗎 改變可大了呢 從112年1月1日起 滿18歲就是成年人囉 而且男性女性 一律滿18歲以後才能結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簽契約 租房子到銀行開戶 不過成年人也要對自己的欣慰 負完全責任 做任何決定前 都要多加思考喔 我們會趕快去了解全力義務 邁向成年的第一步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今天雖然下跌 但是我們的股票呢 繼續往上攻 而且工漲停創新高 有沒有 繼續往上攻 工漲停創新高 接下來喔 接下來的輪漲股喔 我們已經幫你選好了 那你行為員也不用幫救援抬轎 那後面呢 我們會幫你掌握一個好的買點 然後呢讓你現在去賺它一個波段 很多個股只要你掌握得到 你的股票可以變成 從標股變成腰股好不好 所以咧 這個盤喔 不知道怎麼做的 讓股票套腦的想要反敗為勝的 歡迎你一起來 50%扶你到年底 不增加你的負擔 到年底之前這一段 讓我穩穩當當帶你做 好不好 富貴穩中求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詢問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我們我們 塊錢 還有 我們 第一ANE 開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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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服务到年底 您很有限 额满皆知 苏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走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苏波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步 萧老师 富贵稳中求 50%服务到年底 50%服务到年底 您很有限 额满皆知 苏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会嗨 会嗨 大 relación 优优优独播剧场——YK